不過呢這個經過癌症康復之後 這是徐華鳳 他呢要跟未婚夫呢 布上紅毯 而下午他現身來試婚紗 可以說臉上都是甜蜜的表情 而現場清晴 我們先連線給記者 羅沛宇 好的 主播對觀眾 一人徐華鳳在今年1月的時候 因為罹患癌症 將胃部的部分腫瘤切除 消養期間呢 全養賴當時的男友湯韋石 來細心照顧 不過兩人在今年初的時候 已經在台灣低調公正結婚 並且將在7月份的時候 要到巴黎島來補辦婚宴 而下午徐華鳳也來試婚紗 他講起老公是滿臉甜蜜 我們來看一下稍早先的訪問 今年的時候 他為了鼓勵我 希望我可以勇敢活下去 然後所以他這樣告訴我 那所以今年他信守承諾 為什麼你選巴黎島啊 巴黎島啊 因為我還滿喜歡那個地方的 然後加上 加上不想麻煩大家 所以我挑遠一點的地方 這樣大家也不會太辛苦 其實徐華鳳呢 在去年1月被醫院檢查出 罹患胃癌第三期的時候呢 是緊急住院開刀來治療 醫生表示呢 他恢復良好 但是因為徐華鳳當時怕自己會拖累男友 和較往5年的湯韋石呢 還是維持男女朋友的身份 沒想到今年初的時候呢 徐華鳳還是敵不過男友的貼心 陪伴決定嫁給他 還灌了夫姓成為了湯徐華鳳 而今天徐華鳳呢 是婚紗的時候真的是滿臉甜蜜 他還說呢 不排除要幫湯韋石添個小寶寶 好的以上就現場最新的情況 把鏡頭交還給棚內主播喔